總統制 我覺得說我們要改成總統制 或者改成內閣制 才能夠有一個好的憲政制度 這種講法是特別不負責任的 世界上的制度 事實上大家如果看我這個 可以看我這個板子 它事實上是一個光譜 美國跟英國是兩個端點 但是這中間有什麼國家呢 就是總統制跟內閣制 之間有什麼國家 我們跟大家講 法國 德國 芬蘭 韓國 這些國家難道都必須要改成一個 純粹的制度 才能夠把國家管理好嗎 這些國家難道不是民主國家嗎 法國跟德國有什麼話 去講說它一定要改成改憲法 所以我覺得這種話 是特別不負責任的 尤其是政治人物來講這種話 政治人物照理說 因為我們學法律部長 不應該對憲法指手畫腳 你只有首限把這個制度給操作好 給改善的份 沒有那個理由 沒有那個立場去說 我要把它全盤的統領 而且這個事情我看 我的看法 這整個本身修憲要改成總統制 這個是個假意 另外一個假是什麼 剛剛講說修憲引發的那種台獨的聯想 也就是說改變憲法裡面的領土總綱 這個也是個假議題 為什麼 因為我不認為他們到最後敢做 所以 但是它可以引起人家無懈的幻想 讓大家 尤其是獨派的支持者 同樣再吃一次馬飛 所以這兩個是假 但是有一個是真 真是什麼 真是 我們台灣自己內隊的去中國話是真 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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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GO 來打打 來打打